《光影》 光影是我們人類共通的一個感知的對象 在攝影家的影像裡面 這兩個元素的配置 比例上面的或者是構圖方面的 以及他們想要營造的氛圍呢 帶給我們觀眾 另外一種不同的視覺方面的感受 在攝影的畫面裡的那道光 或者是那片影 究竟隱含了什麼樣的意義和用意呢 而藝術家又如何看待自己作品裡的光影 觀眾或許可以從文學的角度 影像流變的角度 或者是從自己個人的生命經驗出發 來閱讀光影 這是本次展覽所期待衍生的話題 攝影對我來說 創作的光影在裡面的結構 它是千變萬化的 因為我認為手法的介入 可以讓你的作品 更有所謂的你的個人觀點的詮釋 光是攝影的生命 影是生命中的情感 在一件作品裡面 除了表面上可以被看見的部分之外 我們事實上更要掌握的是影像中感覺得到 但是看不見的東西 玩到色違意 觀線和影絲都是有互動關係 所以是非常關鍵性 會利用影絲來分享我想要的氣氛 我想要的故事上昇出來的美麗 光影其實在我們的攝影家的 一輩子的追求創作裡面 它永遠是被列入為第一要義 也是首先要呈現的這樣一個元素 攝影為什麼要這麼迷我吸引我 一直要去不斷地創作 我想光影是個最重要的原因 大學畢業那一間1961年 那個時候我為了想到那個建築要拆了 所以就一大早就拍下來 這個特別的就是因為那個光影 在那個舊的校舍的教室 它的廊柱形成的那個感覺 一直到今天還讓我感動 一開始其實是我對低頭族那種手機光線打在臉上很感興趣 尤其是在晚上的時候 這個是應該是這個時代才會有的景象 順便去反思那個智慧型手機在冷氣關係上的議題 我個人本身就是很喜歡光線上求變化 物理光學上來講的話 它這個叫做負曲折 重複曲折兩次 它會產生很多讓你意料不到的那種驚奇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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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